我們今次吐氣洋眉 怎樣吐氣洋眉 厲害了 海恩斯大寶礁 Domain的網站專門搞物業投資 海恩斯的租金回報是全國第一 租金回報率是全國最高 貫全國 即是全國的租金回報最高 明白了嗎 有多高 8.93% 最高的位置 8% 真是很可觀 一般來說是多少% 這裡研究說 平均總回報率大概是5.73% 即是全國的平均數 5.73% 而海恩斯平均到8%以上 即是我們高出2.2% 差不多3% 某些地區去到8.92% 嘩 有些地區為何會這麼高的回報率 例如Rory 如果你問哪個地區 Rory 或者Bungalow 這些地區 他們的租金回報 都是超過8% 8.53% 8.93% 即是捉住9% 9% 都很好 其實有沒有啟示 為何我們這裡的回報率這麼高 糟糕 說了出來會不會讓人不斷走過來買房子 這樣就買高了那些地價 我想說你也不要說只是我們 如果你往我們出來 你看看這裡說 現在的人已經上來去買房子了 就算你不說也有人上來 你不是這樣說嗎 很多其他州的投資者在疫情之後 用什麼字 湧向海恩斯 厲害 你不用說 每個人都在去這個方向 我記得我們剛剛來找房子的時候 平均整個地區 都有2000個單位放售 但現在可以找到的 大概剩下700個 整個Cans 即是賣光了 是的 2000變成700個 即是少都剩下三分之一 而租的空置率是0.7% 即是說一出就已經被租了 一出就被租了 難怪有些朋友來想 無論買也好租也好 都一房難求 一房難求 我們剛剛最近不是有個朋友 剛剛下來這裏 找租的地方多難找 看很多都找不到 所以這些地區的樓價自然就會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是不是我們都要趁這趟混水來去 混水摸一下魚 想得過不想得過 那要看你用什麼來比較 究竟這8%是否真的落到袋 那有什麼要比較的項目 如果用ETF的投資角度去看 你的其他成本就不太多 就是Custody fee 但你擁有一個物業 隨之而來的成本就可大可小 是的 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這8%不是正當袋 我還要選擇其他東西 是的 有些東西要吐出來 有些東西不可以少 例如 你一買物業的時候 你要給一個 Custam duty 差不多4% 有些州可能不同 即是說 你頭一年的租金 就已經在Stam duty 就已經扣了好多 是的 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交一個 Rate 即是Council的差響費 差響費 這類的Unit 大概你當它 $2500一年左右 是的 我們拿一條數來計 剛才的報道說 Bungaloo有些物業 Unit大概$20,000左右 聽說很便宜 而租金可以到達8點多 差不多9% 我就當它這個數目 當它是9% 以20萬計9% 即是一年有$18,000的收入 好 扣回剛才這個Rate 差響 扣了$2500 即只剩下$15,500 說到猜響 猜響在Kent 其實Rate 是高於其他大城市 你知道嗎 是嗎 是相差多遠 是的 如果以地價來計 我們差不多是雙倍的 因為我們地價便宜 政府就只有這麼多人口 它要維持它的服務 所以每一格的地 於是它便要收你貴一點的Rate 所以譬如說 人家那些200萬的房子 是收這麼多錢 譬如說收你$3,000一年的Rate 我認為這裡可能幾十萬的樓 都是收你$3,000一年的Rate 哦 那真的差很遠 所以你的地價差這麼多 但是Rate仍然是差不多 只有幾遠 所以你便會覺得貴了 是 另外有一個很差勁的 就是叫做Body Corp 即是管理費 這個肯定是要收你的 每年收的 是 因為你一停留一分層的物業 就一定會有一個Strauter 一個Strauter 要設置Body Corp 所以每年就要在那裏 交管理費 我們知道有個朋友 他最近就置業了 他是一個Unit 他告訴他 他的管理費一年要$6,000多 是的 都很重要 不少 所以這個管理費 就會很決定於 你到底你的物業收租的回報多還是少 隨時給他吃了一半都不定 另外因為你租給別人 所以你少不免 你要放一些保險 譬如說你有些損失 你需要Claim保險 你要放幾百元 不少 如果是Unit的話 是幾百元 另外關於保險 因為這裏又有其他Risk Factor Bush Fire Flooding等等 所以保險也是比大城市貴 那裏都是成本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這裏很流行 就是一些物業管理公司 即是Property Agent 他會代你收和管理你的租務 即是他每年會收到一個% 平均來說 收到你租金的9% 嘩 那又刺我一筆了 是的 那些什麼打狗 水瓜打狗就不記得 我結了 以剛才的數目來說 減減之後 18000元一年的收入 最後變回8000多元 8000多元 即是那裏有多少% 即是少了一半 除了大約4% 嘩 是 是的 那有個Bright side 就是 你下年可能加租 可能你的物業會升值 都是一些業主他們的良好期望 但是也有可能 你家屋租不出 或者可能當中有些問題 你需要額外付一些維修費用 那些都是你的成本 不過這樣 你剛才說的那些東西 不等於 即是 我們比較 不只是我們Kens要收這堆東西 就算如果投資物業 在其他地方 在Melbourne Sydney 一樣都是我那堆東西都要交的 是的 即是他們現在出的報告 就是說 這裡的租金回報是80% 那你那邊是大 其他地方沒有我們那麼高 但是他們一樣都要交 就是要付Rate 付Body Court這些錢 沒錯 所以我就說 用什麼來比較 那如果你將它 用其他城市來比較的話 只要看 Gross Rental Income 這個回報率 當然是比大城市高一些 而其他的成本 當然我不是說 其他城市不用抽這些成本 當然一樣都會有的 那就是說 人家可能減減完之後 可能2.9% 而你是4.5% 那你就好一點 但是4.5% 是不是你的期望的回報呢 那就是另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說 究竟你用什麼來比較 如果我用我投資金的ETF 來跟買樓收租來比較的話 似乎 對我來說買樓收租 這個4.5% 就不夠吸引 嗯嗯嗯嗯 明白了 但是那句 我們不是投資顧問 所以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不是一些建議 那如果你真的要投資 就找回一些專業人士 就拿到最好的答案了 是啊 聽了就算了 當是娛樂OK了 戴回頭盔 講了這麼多 你會不會考慮 買一間開恩師的一些 Union 或者House 來做你的投資物業呢 會或者不會都講一下你的原因 在留言那裡講一下你的想法 或者你有其他 關於物業投資的經驗 在其他大城市你所住的地方 究竟那個經驗是怎樣 不如告訴我 大家分享一下 好吧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